兰花的根系有别其他花卉和绿子的根系 为肉质根系是比较粗的 那专业名称为气生根 气生根为兰花的甲铃镜发柱 可以伸展在地面以上 也可以暴露在空气当中 无根罐和根毛的结构 能起到吸收气体或支撑蓝珠向上生长 像海绵一样有保持水分的作用 那兰花的根系主要分为外层内层和中心柱 最爱层的是根皮 其作用是保护蓝根内部的组织 吸收水分 减少和保护皮层内部水分的善失 那中层是皮层组织 类似海绵是比较发达的 那其主要功能是储存水分和养分的 消化共生菌 那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的话是兰花的一个中心柱 最内层的一个位置 主要作用的话是吸收水分和养分 都是由中心柱的围管向上输送的 水在兰花体内的输送可分为根系吸收水分 水分体内运输 还有蒸腾等环节 蒸腾是引起兰猪体内液流动上升的动力 一颗兰花在天气热的时候 一整天的蒸腾失去的水分总量 可以超过整个兰花的重量 甚至速倍 这也能回答 为什么我们在夏天高温的时候 浇水容易导致兰花叶片尾捏的问题 这是因为在高温天气突然浇水 会导致根部遇到冷水 气孔会收缩或关闭 那水分流入根部缓慢或无法进入 那根部就无法及时获取水分 相当于通道堵塞了 也就跟不上蒸腾的节奏了 兰花的叶片就会缺水 从而导致叶片违粘 我们在给兰花浇水的时候 应该考虑到水分的流动 紧密为绕水分的吸收 储存和运输进行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都是会影响兰花的生长的 那今天跟男友们讲的 兰花的根系构造以及功能 希望对男友们有所帮助 那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的话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没有点关注的男友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